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啊 昨天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 但是又有了一些进展 在昨天晚上国际雨联做出了一个处理决定 就是取消韩国印尼以及中国的四对选手的参赛资格 那么这其中涉及到的中国选手就是于阳和王小李 这对中国的金牌组合 那么世界雨联首席执行官托马斯·隆德向媒体表示 取消这些选手的比赛资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因为毕竟这些选手也付出了四年的努力 但是目的是为了督促选手们能够拿出端正的比赛态度来 那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就是尊重世界雨联的这个决定 而于阳和王小李作为被取消资格的运动员来说 应该说是最悲伤的 在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之后显得非常的无奈 于阳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可能会选择退役 而王小李更直指小组赛制度存在的披露 他认为世界雨联不完善的赛制不应该由运动员来买单 那么你们取消的不只是一场比赛 而是我的梦想 说起来很悲伤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在微博上以及各大媒体可以说是讨论沸腾了 先来看看网民们的看法 昨天我们看到了一项民意调查里面就说到了 有46%的人认为中国运动员的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这有损于国家和个人的形象 但是同时我看到 还有另外一种持不同关铁的网民也是很多的 像在这一秒这位网友他就说 国语女双被取消资格只不过是一种策略 保留体力而已 至于吗 国际雨联你们不该反思吗 这样的赛制真的是对的吗 那么说到规则 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采用的新赛制是先小组赛后淘汰赛 那么世界雨联表示 设立小组赛的目的就是让选手多打比赛 在旧的赛制当中 很多人只有一次比赛的机会 但是呢 这客观上也确实给我们参赛的运动员留下了 选择淘汰赛对手的这个空间 而很多网友十分同情这两位选手的遭遇 像两顿饭这位网友他就说 为啥不申诉呢 这个责任怎么能让运动员来承担呢 而西夏2009说 中国队无错 按照规则制定的战术也无错 错就错在了 被欺负了还不敢据理力争 牺牲了两位可怜的运动员 那对于这件事情 各大媒体以及一些知名的评论员 也都是有了自己的这个观点 像新华社的杨明 他就在微博上评论到说 即使规则有漏洞 也不能成为打假球的借口和理由 金牌固然重要 但是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道德更为重要 所以说建议大家先看看现场的录像 再冷静地想一想这种行为是否丢人 这个事件引发了不同的观点和碰撞是好事 折射出了人们对于金牌和体育的各种各样的心态 而另外我们也看到白岩松 他的这个评论又不太一样 他说我们从道德上骂选手的时候 可以想一想 他们怎么办 已经出现的情况下 玩命打不见得能赢的对手 然后提前碰自己队友 这是傻还是脑子进水了 真傻的不是队员 是不合理的规则 我觉得中国要上诉 不改变结果也要改变规则 任何不赢能够获利的规则都要改 其实我觉得白岩松的最后这一句话说的很到位 不赢能获利的规则要改 这也直接指出了这次新的赛制当着规则上的一个漏洞 杨宇的观点是这样的 他昨天晚上先是发了一条微博说 萧吉门引争议这比看比赛更有意义 有人说不应该处罚运动员 您少说了一个纸字 不应该只处罚运动员 中国羽毛球队的体育关需要更加的端正 国际经济舞台上 我们认为不合理的规则还有很多 但是中国首先选择尊重和来遵守这些规则 要寻求改变他们 再寻求改变他们 如果说选择用假球来对抗 那么中国的经济就没有今天 而今天早晨呢 他又发了一条微博说 明天改进规则和今天遵守规则是两码式 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道德不是大棒 无论在奥运中超还是业余野球 他都是总的规则 说的也很有道理 黄建祥他看了两人的这个不同的观点之后说 如此一来就跟昨天的这个观点形成了一个对立 我倒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出现不同的观点很正常 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和态度才是不正常的 那么实际上我个人呢 还是为这个运动员本身感到惋惜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的运动员能够在奥运场上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的进行比赛 这才是达到了奥运会的理想状态 好的这段的新闻点评就是这样 好感谢路方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呢 这两对这一对运动员的黯然离场呢 是又让人可气 又让人觉得可惜 确实是需要反思的 不只是运动员而已 好 我还 dependence banks 余